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广州大牌馆 这是在罗兰海 罗兰港 在一个大的普拉萨里面 这边是靠近60号 交通是比较方便 从60号下来就可以直接到达了 广州大牌档 这里面还是非常的受欢迎的 8.8折游会 烧卤大拼盘 烧鸭 饱仔饭 干扁四季豆 让我们看看这个 非常有传统的特色 植物 还有兰花 松柏 这是春夏秋冬 四季的调平 看看这边 大牌档 像过去那个黄飞鸿的一样 广州味道 比较浓郁的这种味道 这是过去那种瘦的 瘦福的这种牌子 还有这种雕刻雕花 红木的价居 三河春 看看它这个名片 广州大牌档 这是有地址 这是晚上的这种特色 还有南瓜 南瓜就等于是一种 给这种味道了 大牌档 然后我们走 看一看 然后两边是那种 有这种穿起来 这个中国节 这种灯笼 串串着这种灯笼 还是非常的有冲击力的 这里面会有老沫 有老沫会有 然后每一个都有 后面这边是招财进宝 之后厨 一帆风顺 有 削粉 削粉小笼包 有着小格格 这冲击力还是非常大的 看看 然后有双喜临门 三杨开钛 然后这是有这种符字 天下第一符 然后有这种符字 然后有这种 青花的牌面 广州大牌档 有这种菜谱 然后这边 我们这边是有一个 可以看到 有广州的人 也有这种寿和福 寿和福 然后这边是新丑年夏至乳书 然后这上面是有这种各种小茶小茶具 这是天下第一符 这种符子 可以看到这种紫砂呀 紫砂壶啊 有这个中国味道这种 感觉 杯子 小壶 小瓶子 各种都是非常好的 漂亮 非常漂亮 非常的有味 有味道 从中国的成语也是让人非常的熟 这是广州这种小推车 里面可以可以自己可以选各种美妙 吃在广州啊 哈哈哈哈 这是吃在广州 今天是我们河南同乡会一个聚会 大家可以欢聚一堂啊 比较幸福的 广市的擦楼 中华美食是 等于是渊渊流长 谢谢大家